慈悲爱相连 菩萨行者生命地势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要师如来 那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悲大愿地藏王菩萨 当愿父母众生 同享法会各项功德 得正无我空心 身起大悲心 同发菩提心 同身净土 同臣佛道 普度众生 欧菩提心 莫德巴 达亚敏 好 请放着啊 谢谢我们所有法师 上师 各位菩萨 大家一起都来 来庄专与法会 因为 哪怕我们坐在这边一分钟 都会让法会 看起来 很庄严 因为 越多人来 供养佛陀 就会让 很多人走过去 觉得 这里面怎么这么热闹 大家这么虔诚 特别大部分大家穿着白色的 然后他们会觉得这也是一种整齐吧 特别看到前面这么多 我们藏传的上师 南传的比丘 汉传的法师 就会让我们看到佛教的和谐 所以我讲这个意思是说 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环境 如何去加分 去让那个地方就像这个花 因为它的存在 让整个环境更庄严 在佛前点一个灯 让佛更庄严 就像一个人站在门口 当你来了 阿弥陀佛 很庄严 就说微笑的 亲切的 没有压力的 给别人一种感觉吧 所以佛教很喜欢用莲花来代表 佛陀的心跟行为 你也讲一点都不执着 却充满了温柔的爱 美美的微笑 水了水了 所以我想 学佛就要让别人那种感受吧 所以我认为 像我亲近很多老和尚 八十岁 九十岁 我的龟和尚 法阵长老 一百零六岁 但是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就像一个小朋友的亲切 却有一个老人的智慧 而且呢 他是关心你 他不是说你来看他 他高兴 你来看他 他就像我们做儿子的回去看阿嬷 阿嬷只关心你 发财了没有 对不对 结婚了没有 快不快乐 因为这个阿嬷 他就想要爱你 关心你 那我想我们 学佛 就是要改变自己 那我想各位在新加坡的环境 有新加坡的一个环境的贡业 甚至你是做警察的人 甚至你是做医生的人 你是做教授的人 都有那样子的不一样的贡业 那个叫一个环境的习气 那当时我们学佛了 那我们想要 我们想要被熏习的 是一种净土的 佛菩萨的这种心态个性 就像一个人 他是念阿弥陀佛的 那你应该让别人 从女生上感受到 阿弥陀佛的这种心态 语言 外表 甚至看到你都说了 你家住在极乐世界 因为我天天都睡在极乐世界 在这种环境之内 那我想大乘佛教的目的呢 它最主要在感染别人 感染别人 因为大乘的动机呢 是要念下来 净化人心 净化环境 它目的是在对周遭环境的影响力 这是大乘佛教 所以才会有这种 利益友情 庄严国土 那既然你知道如此吧 所以我们每天穿衣服 讲话 老实说就像我刚刚上台 我们 大家看着我在拜三拜 好不好看啊 那我又多做了三辈子的皇帝呢 因为我是拜给各位看的 哎呦呦 那么虔诚 拜佛啊 那各位以后你也会拜佛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影响别人 当然我也可以不拜 问讯就坐下来 所以我想 所以因为我出家很久了 我慢慢就体悟我师父说的 我师父说 你出家一天 跟出家一百年 对社会影响都是一样的 没有人会管你出家多久 但是你穿了出家的衣服 你就在影响这个世界 路边的人都在看你 吃饭的时候别人也在偷看你 坐车的时候别人也在看你 有没有在睡觉还是在玩电动玩具 因为你是出家人 所以那为什么要出家 他说这样你才能够修如何进化社会 如何影响人心 那为了要帮助别人帮助众生 所以你更要真的很进化 假不久了 对不对 假慈悲假不久的 所以如何让自己有真正的悲心呢 来自有真正的无我空性平等的智慧啊 但是如果没有人 没有人来帮助你 你就显现不出来 但是话又讲回来 不能给自己压力 就是说我为了要演得很像 演得很紧张 对不对 就像各位 叫你从后面拿石贡养走过来 我看那些有些盘子都快倒了 走走走走 我在上面很紧张 不要落去啊 我们是要看你手上那个盘子 不是看你的身材 你惊得死 因为石贡养是你手上那一堆比较重要 但是因为它没办法融入 所以各位你在做什么供养 你是供香的 那你要观想我整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檀香 我显现一种檀香的味道香味 你自己融入里面 你就走路就很庄严 你是供花的 那我就融入一花 花的庄严 别人看到我 是一种花的庄严 花不会花斗 人会发斗 所以你要融入 比如说我们在念拿摩阿弥陀佛 我现在念拿摩阿弥陀佛 我是要让各位看到阿弥陀佛 从我身心外表显现阿弥陀佛 就像各位在往生祝念的时候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些往生者看到的是一大堆阿弥陀佛在帮助我 那可以 所以这里面就是各位不要加入一个我 加入一个我 所以我希望我不要被看不起 我希望我能够被尊敬 那这个就心态就不清净 但是那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更表现阿弥陀佛的情况 我们只要把自己的这个我的动机全然的 没有我的动机 只有阿弥陀佛的观念 阿弥陀佛的悲心 极乐世界的庄严 那各位要经常练习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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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算念几声 再偶尔 因为我念这么久 是要让自己变成阿弥陀佛 让对方看到阿弥陀佛 也感受到他自己也变阿弥陀佛 然后就这样容易 就像我现在在这边讲课 我现在是当机 不是我在讲课 是后面的佛菩萨要讲什么 我希望我完全的 没有我 我只想要表达 佛菩萨对各位的关心 这样而已 因为我没有神通 但是佛菩萨有神通 所以我要放下我 各位看过当机吗 当机一定要先昏倒再起来 不能有自己 然后呢 他要表达那个神讲什么 然后讲完再讲 我们就相信这个是当机 这个不是他在表演 那事实上 我也经常去看当机 我也原来佛教也是这样 佛教不要这样昏倒再起来 他就直接用你的心 把你的心放下我执 放下法词 法词说 我要各位念阿弥陀佛 没有这个人不见得念阿弥陀佛 这个人喜欢念观音菩萨 这个人喜欢念药师佛 每个人有每个人修行的方法 我不是要来把我的想法强调给你的 我要表达的是 特别今天是共佛在天 三十信念 我们要表达的是 所有佛菩萨 所有护法出天 希望能够告诉我们什么 希望我们怎么样的离苦 所以既然我们担任这个角色 也要让自己很平静 当然我上来拜三拜 除了表达对佛菩萨的感恩 恭敬 供养 但最主要是 祈求佛菩萨 融入在我的身口意 恩阿弘 但是我要让佛菩萨融入我的身口意 我必须 恩苏巴巴修得 沙巴巴 苏巴巴 苏巴巴 把我自己的身口意 进入一个无我空性的状态 至少在这一刻 当我完全的归零 那佛菩萨就可以百分之一百融入我 当我还保留我自己的企图心 想法百分之五十 那佛菩萨只能给我五十分的加持 那我给各位的 也只有五十分的佛菩萨而已 那大部分五十分是 我的古怪的个性 所以我想各位就像天人一体 开车的人要人车一体 我们要心法合为一体 我们要跟佛心佛众生合为一体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达到 心佛众生合为一体 当我们心佛众生合为一体 所有往生者都合为一体 都在极乐世界 所有现世者都合为一体 都愿意发起菩提心 所有这边的土地啊 风啊 这些的花草树木啊 这些邻居啊 他们都得到了 这些共同的加持力 就像这边有一个 最大的原子弹 核子弹爆炸了 这个力量啊 穿透一切 所以心灵的力量 可以穿透一切 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那所以你越想要把 大悲咒的力量 帮助众生 真正的显现大慈大悲的力量 那你越要 你要安住在一个 一个绝对无我的空性 然后也真实生起了 对所有众生的 承担痛苦的悲心 然后呢 你就念起了大悲咒 那各位要经常 讲练习 讲练习 那以后练习到 久了 那怎么做呢 就说 今天你的儿子犯错了 那你要去跟儿子讲 免得他将来又犯错 自己痛苦 那我要去跟他讲的时候 我不能用 我 我的比较高的立场 或是 他是怕我的 因为我是老板 我是他的妈妈 所以 他不得不听我的 那这样 他就会排斥你 所以我们应该 这个时候 我们在家里 就拜拜观音菩萨 让修修观音仪轨 所以他们 各位都会修 四辈观音仪轨 大辈观音仪轨 这样子 让自己跟观音菩萨 合为一体 完了以后呢 那我现在 所以观音菩萨 这个妈妈的立场 来跟这个年轻人 怨他 很能够接受 这种观音菩萨的慈悲 找到了观音的快乐 不需要去打电动玩具 去赌博 那这样你也不会痛苦 然后对方来接受你的 讲法的时候 他会觉得 哎呦 清凉甘露 听起来很舒服 不会 不会跟你对立 不然如果你用你的想法要强压他 一直要压他 他就越排斥你 你自己就越痛苦 然后就吵起来 吵架 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我想各位生活的艺术啊 佛教就是希望我们有这个空性 夫妻的感情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 你在谈了一些思想对立的时候 你不能再用感情来赌博 会伤害到你们的感情 那那个时候 你必须让自己站在感情以外的 另外一种角色 在毫无对立的 不伤害了你们本来感情的 而能够跟对方沟通 这个是学佛的目的 学佛的目的是让人跟人之间 人跟万法之间 人跟世间产生和谐 而不对立 不然我们就会变成对立 我喜欢健康 不喜欢生病 我喜欢别人称赞我 不喜欢别人骂我 我喜欢永远活着 不喜欢死掉 那佛教教我们什么 念一下 生死自在 对 这个生死本来是最严重的 那连生死你都得以自在 所以 我想 佛教就是一种调整 那各位必须要 调整你的内心 但是我们调整 有一个圆满的准则 佛 乃至我们叫空无相无厌 乃至叫寂静 乃至叫菩提心 佛性都可以 我们一定有一个最圆满的那个点 你要抓住 所以 还有一个很重要观念 当我今天 来参加法会 或是来做义工 或是我负责插花 我做什么 这个事情做得好不好 别人认不认同 另外一回事 我去做这个插花 参加法会 做义工 我是想要达到 对我自己的一个圆满的悲心 或菩提心 这是对自己的要求 那你这样 来忙这些事情 成功跟失败 突然我今天布置得很好 下大雨了 但是你内心里面 还是平静 因为你 你不是从外 从外去追求成就 而是透过外在的一切 是在磨练你的心 所以 你要时时刻刻 一直注意 一直注意 当然这注意分成两方面 禅修 对内跟对外 对内 我要保持智慧 内心极静 对外 我保持和谐忍度 慈悲柔软 所以 我想就像一个歌星在唱歌 该这样 该这样就这样 他知道怎么去利用声音 让别人听了非常 所谓一条歌好不好听 你没办法去形容 这条歌好不好听 是他那一个 那个运让我们听得很舒服 还有 他那个内容 让我们觉得很有道理 一个是属于感性的叫曲 一个叫理性的叫词 这两个都要合在一起 所以 所以这条歌好好听 那这一点就是说 那你如何抓住 那一个最好的那个点 所以我想 同样一首歌 十个人唱 来比赛 谁唱的最恰当好处 就这个意思 那同样的 但是这个最恰当好处 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你的心态的力量 你的内心就 所以人可以把 把这个内心训练成 非常的 非常的圆满 面面俱到 但是唱歌 跟我们不一样 他有压力 因为大家 交钱来听他唱 如果你唱不好 我们下回就不来 因为他的动机 是满足自己的收入 跟知名度 被认同 所以他会有压力 所以很多 隐格心到后来 会自杀 会很痛苦 那讲佛法 就不一样了 讲佛法 它不能有一个 我希望被认同 被尊重的这种动机 讲佛法应该是算 有时候各位 你去帮人家祝念 或者说 或是一只死掉的老鼠 躺在那边 嘴巴啊啊的 你就开始帮他祝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嘴巴喝点 你很快乐 因为你 你不是要 这只老鼠 来跟你认同 因为你没有压力 所以我想各位 在这一点 有一个讲法 就是说 当你 现在跟你的先生 或是跟你的老板 谈判 但是你内心有压力 那你最好先不要 你要把这个压力点 先放开 你想说 我如果就跟我老板谈判 然后呢 他就开除我 哦 那我会受不了 那你先不要谈 你要讲说 反正我去跟老板谈判 如果他开除我 那这是我应该的 我没有 没有关系 那如果他能够认同我 这也是个很好的因缘 我都可以接受 我没有压力 所以我很冷静的 提出这个方案 是为了整个公司 包括老板 包括我都好的方法 我跟你提出来 这样而已 就像各位 你现在吃素了 你希望你儿子也可以吃素 但是你不能把一种 强压他的罪恶感 一直告诉他 对他没有帮助 但是你如何在 潜于末化里面 或是在他日常生活里面 慢慢慢慢地去 感受到一个吃素人的人格 心态 以及这个吃素对世界的影响 慢慢慢慢慢慢地去教育他 去影响他 但是你一定要保持一个吃素的心 这样 就是说你的嘴巴不能凶啊 不能骂人啊 不然的话 你影响力就会减低 好 因为我这边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我本来今天要讲各位手上拿的那个讲义啊 但是我看过 很快地我把这些问题已经回答完 好不好 请问为什么每次念诵拜灿 就会无法控制的哭 那我想可能你有升起一个惭愧心嘛 第二个有可能是 你的所谓祖先啊 或什么很痛苦 他也会让你感受到他的痛苦 这里面你要自己去思维 而且也会觉得心很痛 所以这一点可能就会跟你旁边 或是跟你的这些 比如说你突然心情很不好 可能你身上的冤心在主 现在心情很不好 他会让你感受到 那当然我们最大的就是希望 你这个哭是因为你在拜灿的时候 感受到所有众生造了这个业的痛苦 而你觉得很悲伤 而来求佛菩萨想来加持他们 那同样我的意思是说 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说 当你有这个感受的时候 你要用你的念头去转化 那从这个念头去了解 你为什么会哭这样而已 因为你是一种慈悲呢 还是一种业障呢 要这样来看 再来 再来 请问 我一定感恩他 他一定会更发喜更快乐 就像老和尚修的都比我们好 但是我们愿意送老和尚的礼物 来鼎礼老和尚 老和尚很安慰 老和尚就代表你对佛法有信心嘛 所以我认为 对往生者 特别是对你的爸爸妈妈 对我们有极大恩的人 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记得他 就像各位看我前面这个 我这里面是什么呢 这是我妈妈的骨灰 因为她现在还没有摆日 但是呢 我永远都放在我桌上 这是感谢我的妈妈 但是 对我来讲 我如果能够以对我妈妈的心态 来对别人 那是更好的 当然 有很多菩萨已经跟我说 海涛法师你妈妈已经上品上身了 那你还拜吗 还拜啊 她还没成佛啊 如果我妈妈成佛一定第一个度啊 但是 但是 对我来讲 就算妈妈成佛了 那我还是拜 对不对 为什么 哎呦 感谢佛陀妈妈 那最主要我们修的是一个孝顺的心 感恩的心 而变成一种菩提心 这样就好了 所以来 法会功德 回向海涛法师妈妈 谢谢谢谢 早一点成佛啊 所以 这是我的根源 但是我只认为说 对你的家人来讲 对你的祖先来讲 你应该永远感谢他 对你的堕胎胎儿来讲 你应该永远爱他 好 我们并不是去问说 我的堕胎胎儿超度了没有 就算了 而是说 我希望 我对我堕胎胎儿的方法 来 对所有被堕胎的胎儿 希望他们 都得到快乐自在 好 也希望所有活的小朋友更快乐 那你的堕胎胎儿 变成一种功德 然后呢 那这个功德 就可以让他离苦 因为你对你 你是为了你的堕胎胎儿去 关心所有堕胎胎儿 所以 你把你对他的爱 呈现了这种圆满的爱 去爱更多的 受苦众生 同样的 当你想到堕胎胎儿的时候 你更要 你更要怀着 对所有怀孕妈妈的爱 所有怀孕的妈妈 他不得不堕胎 乃至流产 哎呀 他们心里一定很苦 谁不喜欢自己的儿女呢 对不对 所以你 同样也要对他 就一样生起一样的心态 那我想你 当你想到你堕胎胎儿的时候 你就想到这种 广大的大悲心 对所有母亲的爱 对所有孩童的爱 那我想这种爱的力量 你的堕胎胎儿 也不可能不超度 再来 更重要的 像我自己 有一点要求我自己 我也经常跟很多法师说 当 一个人拿着一个牌位跟你说 师父 我有两个堕胎胎儿 那 你应该在这个时候 超度他 不用等到他拿去那边 各位现在有个麻烦 就是说 当我牌位写完了以后 我就丢到那边 来 你们帮我超度 这样 他自己也没超度 所以我想当我们在写牌位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一个牌位的时候 或是当我手上拿一张 这个人往生啊 哦 来 法会功德 或像梁韵兰 自行法师 假设这个意思 这两位最近都刚往生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要很认真的 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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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想成我就是阿弥陀佛的这种自在跟力量 愿梁韵兰 能够往生净土 愿自行法师 上品上身 当我在 所以我师父常告诉我 当你在替别人写牌位 以前我们刚出家的 刚出家的工作就是替人写牌位啦 我这辈子都在写牌位 所以 那我师父说 你帮他写牌位 你心里就要为他念佛持咒 那你就要跟他结缘了 那个时候我只是说 我 我提请阿弥陀佛加持他 那现在 修行了 特别我们修金刚秤 我们要生起这个佛慢 当我在念阿弥陀佛 在为往生者写牌位的时候 我就 我就视线成阿弥陀佛 我要把阿弥陀佛的功德转化给他 他也变成阿弥陀佛的一份子 往生净土 那这样写牌位 所以 当给你一分钟看到这个牌位的时候 就像刚刚他们在念皈依症 念皈依症就像我在写皈依症的时候 我在写皈依症的名字 或是他们在念 你念一个 他就变成一个未来的佛 他就发起菩提心 这样 因为他成为佛的弟子 变成佛的加持 都能够融入他身心 那每次都要如此 所以我讲到这个的意思是说 当你想到祖先的时候 堕胎胎儿的时候 你就运心做官 你要把你的心呢 这个 领导到最圆满的状态 以这个最圆满的状态 来 帮助他 以这个佛的力量来帮助他 那各位如果时时刻刻保持如此 你没有你自己的心 为什么 因为我的心都是在 学习阿弥陀佛的心 我的心都在学 本师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的心 那这个时候你就保持在 那个很好的状态 那这个状态 你马上对周遭的所有环境 就像各位坐在这边 这个时候还没有睡着 还很认真在听我讲 还不错 这个时候力量很大 大到这些铜墙铁壁 最深的无间地狱 最高的天 都有我们的法的力量在这里面 我现在是一个指挥者 代表一个领航员 要领得所有众生的心 跟佛的心合在一起 这样去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何难诸佛菩萨 何难慎重 那各位你要随时把握这个 把握这个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 往生者 火葬 土葬 海葬 那只是一种社会文化 无所谓 看你有没有钱 有钱做多一点 没钱做少一点 但是超度往生者 最主要 在于你的心态 以及你的心态所产生的这些功德 你去做什么 对他有帮助 而且不是光对往生者 今天你的先生 喜欢吃肉赌博 哦 他缺乏功德 他缺乏智慧 但是你不要起烦恼心 那你要以你先生的立场 我为他拜灿 替他消业障 我替他去布施 我替他很专心的念佛 享受这个法喜 因为这种正面的力量啊 就可以转化他 负面的力量 啊 因为你已经把光明给他 他就不用在黑暗的赌博里面去享受快乐 你已经把供花 供水果的这个香味 就可以去除他对肉的执着 这样 你去替他放生 那种对众生的慈悲 就可以消除他对动物的残忍心 这个就是佛法 佛法是以光明面去去除负面 这样而已 那一个人之所以会生气 那是因为他认为他所设定的一个法 我要被爱 我要被尊重 被侮辱了 他产生一个报复的心态 要去骂他 事实上是你的问题 你不能有所求的 去跟人家交往 想要得到什么 再来是最主要的 刚刚要讲 你对你爸爸妈妈往生者 你把他的骨灰撒到大海 代表什么 来 融入自然 合为一体 哦 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 融入空性啊 融入法界啊 不要执着啊 那你要抓到这个可以 歸入土 歸入火 歸入水 融入自然 但是佛教要他融入什么 来 融入空性 空性的显现是什么 净土 每一个净土都是空性的显现 融入佛的心 希望一个生命 能够走入佛的心 然后又讲回来 如果你自己没有佛的心 那你怎么让他自己有 让他感受到佛的心呢 虽然我们没有百分之一百佛的心 那至少在这一刻 我让自己的心 能够比较安住的 就像各位现在坐在这边乖乖 没有人打开手机 没有人在看电视 你做得到的 为什么晚上回去就做不到 无聊嘛 一定要打开手机 一定要就开始在那边忙东忙西 所以你看我在台上很正常 我下台有点不正常 因为我在台上我会保持 我又拉回来我的样子 就是说回到我的自信 回到我的菩提心 我在台下我就有可能 又过到我过去的习性的生活 但是所以我如何让自己 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 那就是慈悲 为什么 所以我很喜欢去助念 做烟控 撒干露水 写牌味 今天我在住的房间那边 跟蚂蚁开华会 到处都有蚂蚁的 我的姻缘 我一直念 不小心被我踏到 你也要往生净土 因为我眼睛近似 那么小我看不见 所以 但是我要去为 为他想 但是无论如何 那这些都是让你修 慈悲的祝愿 就像各位在洗脸 不是你在洗脸 来 当愿众生 就是当愿众生的脸都得到净化 手都可以得到净化 对不对 心得到净化 所以不管在做什么 你可以把每一个行为 都变成一个圆满的行为 再来 替流产的胎儿取法号之后 母亲梦见去到一处都是只做的 连缝衣服 机器 跟墙壁都是只做的 清海盗开始 这下面一说 那我想 只做的 反正 只是假的 是变化无常的 但是问题是 我是认为这样 当你在做梦的时候 如果你是 比较有 你连梦境 都要用佛法的意思 去给它转化 所以 你现在做这个梦 没关系 那你把 所有的子 当作空性 所以 然后呢 由空性显现出 像净土的漂亮 你就利用这个把它转化 这个比较重要 我们 不要在这种梦境的意思去分别 当然可能它有代表什么 但是 当你不懂的时候 你就把它转化为好的 所以 首先你要有好的思想 好的思想就是说 你要读经典 你要听佛法 就像各位说 你念阿弥陀佛 你一定要看过阿弥陀经 乃至无量寿经 然后呢 乃至看过观无量寿经 然后你已经知道 要念这句阿弥陀佛是代表那个境界 也代表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那也代表了阿弥陀佛如何让众生成佛的这么最善巧的方便 那 所以 当我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 就包含了这一些正确的思想 所以各位要研究经典 然后再加上佛号或咒语 像咒 陀佛尼是把整部经典 整个佛菩萨的这种力汤的功德 融入在这个里面 乃至一句阿弥陀佛 那所以 同样的 那如果你有这个思想 你可以转换你的 不要说做梦 念一下 转四成字 什么叫四 意思就是说 你看到了分别心 好漂亮阿 好丑阿 好好阿 但是你要把这个漂亮阿 丑阿 好阿不好 赶快转为修行的助言 你要利用这个去转 所以 佛教里面不是要那种 让你去消灭探生吃 那是一种解脱道的想法 佛教的观念是 当下的一切好好坏坏 你看到它的本体 跟看到它的用处 这样就好了 好 就像各位 你在打坐的时候 脚很酸 你也可以专心想你的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把注意力盯到你的脚酸 酸酸酸酸 酸酸酸酸酸酸酸 哇酸酸酸酸酸 酸酸酸酸酸酸 如果突然就不酸 哦 一脚就不见了 你可以只注意它 它只是一个感觉而已 而且你也知道 酸 酸久就不酸 也不会 脚也不会断 那只是酸 那只是痛 那只是你的心 你克制不了 其实没差 有些人睡着了 还可以睡很久 脚都很不酸 所以 但是你只是很担心那个痛 也就是说你对痛的感觉 太敏感了 这样也不行 所以佛教有一个很重要 每一个东西 你要去看到它的痛的那一点 你不能只光想美 如果我结婚了 我会很美满 就像在天上一样 你要先看看地狱 再看看天上 然后你要决定要不要结婚 你自己决定 但是天堂地狱 我都可以接受 那你去结吧 因为这个修行嘛 就像菩萨来到人间 结婚离婚 做人 做什么 你都要陪他 你不能有固定的形象说 我一定要做男人 我一定要做有钱人 我一定要做男人 我一定要做有钱人 那是人天福报 对不对 我喜欢追求这个善的 那是作为一个菩萨 天下 横顺众生 对对对对 对方要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对不对 我都可以接受 利用你生气让你成佛 利用你起欲望让你成佛 所以各位你要看看 唯磨绝尽居士 敬明经 如何利用在家的一切法 让他成为佛法 这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我想这个比较重要 来 当愿所有堕胎胎儿 同享法会功德 翁阿红 爸爸妈妈爱你 翁阿红 这个要先表达 我爱你爱的要命啊 疼你啊 所以有一次 他们叫我写 说堕胎胎儿 他有三位 我写这样 三个爱儿 他还跑到说 师父你写错了什么爱儿 三个堕胎胎儿 我说你不爱他 我就怕你不爱 就写三个爱儿 你还一定要写 堕胎胎儿 我要给你死 我取的名字 取的那么好听 极爱极恶 你干嘛 极惨极忍啊 因为我就知道他不爱他 他只想 赶快给我超度了 我腰里疼 我说你不爱他 你超度不了他 连不是我儿子 我都叫爱儿爱儿了 我都叫爱儿 我都把他取的名字很美 因为我以前比较不忙 人家叫我取名字 我取好 我一整天都在念他 因为我要念他一天 念到我对他很好 我爱他 这个是基本的超度 所以我都会把他背下来 现在没办法 现在一天写的头都疼 现在没有这么多 不过这是我修不好 我要修到一次可以爱一个 这样 所以要保持正念 这样就好了 再来 请问师父 弟子的婆婆要牵魂牧 需要怎么做再好 佛教没有任何规定啊 但是 如果你愿意研究农民地 那农民地 它是配合这个天地的一些 这些力量吧 有适合跟不适合的日子 我们要尊重 这样 你千万不要说 哎呀 佛教不搞这一套 这一套还是重要的 但是你不要迷信它 我们在随顺了农民地的好日子 然后这样全家都快乐嘛 对不对 配合地水火风 然后在随顺这个日子以后 再加上佛教的方法 那最好 如果那一天又是六灾日 又是天坟墓的吉祥日 那最好了 但是你就算选好了日子 都选得很好 那一天 一大堆人去那边吃鸡肉 那也不好 你什么日子都没有用 那一天 大家吃素啊 那天那一天 大家去 守守八观灾戒啊 嗯 对不起 等等 再加上这个法 这样就好 啊 再来 法会功德 我向意外身亡者 林建兴 王阿弘 他才十六岁 啊 所以 我想 做妈妈的苦不苦啊 很苦 但是我想 你的儿子 以大家三天精进流汗的功德 他一定 马上可以得到离苦 这样 但是 现在最主要是 妈妈的心 你千万 继续爱他 更爱他 但是这个爱要超为肉体 所有的小孩子 都是你的小孩子 啊 那 你看到路上 所有 的小朋友 你都期望他 快乐 自在 不要意外 这是 对你儿子的爱 扩散 你的儿子 不管他现在 投胎去哪里 他永远感受到 妈妈的伟大的爱 因为他 因为 因为你的往生 妈妈变成 对整个世界的爱 所以 就像我自己 我还是老实说 好了 我有堕胎过胎儿 在我大学的时代 那是我跟我的堕胎胎儿 取名叫 大家帮个忙 法会功德 回向吉德 你看 太爽了 他得到一个 大功德 但是 我永远 我永远 以对吉德的爱 后来把所有的 堕胎胎儿 取名叫 吉一 大家都一样 希望 所有的胎儿 都能够发起 菩提心 护持三宝 往生净土 或是往生妙喜净土 哇 那这样 吉德 快不快乐 我更快乐 我就没有这种 这种悲伤 当然我忏悔过了 但是要把忏悔 把眼泪变成一种力量 而不是一直活在忏悔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是无名 我们不了解 生命的痛苦 我们不了解 做妈妈的痛苦 但是这些 我把这个力量 化为 我要安慰所有 所以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堕胎六个 我不会怪他 我只是心里会痛六次 哇 你好痛苦啊 对不对 但是各位要注意 有些人说 你看 我才剁胎两个 你剁六个 哇 那样 哇 你好狠啊 因为你变成一种 你把佛法当作 衡量别人善恶的工具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了解吗 各位要记住 所以我很喜欢去监狱 或是非佛教徒的地方 演讲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杀生 他们在吃肉 他们在造恶业 所以我们更容易生起 更大的悲心 来跟他们慢慢的说 那各位已经是佛教徒了 我对各位还有点要求 不要打瞌睡 不要讲话 因为你们是佛教徒了 所以但是 所以各位你要说 对造恶业的人 你要而且正在受苦了 你要有更大的悲心 所以你就不会怕鬼 如果你去想到 鬼道的痛苦 那些孤魂野鬼的痛苦 你心里会掉眼泪 这样可以 所以你赶快 布施食物给他吃 你赶快翁阿红 他有衣服穿 让他喝水 让他有药 让他具足世间的一切快乐 因为他可怜好久了 可怜好久了 我们终于懂了这个方法 然后呢 进一步希望他带着所有的 所有的孤魂野鬼 那么 更多更多受苦的未来佛 让他们同享甘露 同享功德 就一句话就好了 很多人有时候问我 师父我们法会超度多少 我说这个 有无量心就有无量的数目 但是永远超度不完 因为我们永远努力就好 因为我们只能说让自己永远保持在那个最好的状态 继续努力 但是也不是我们一直在超度这些亡魂 对活的人也要超度 我自己很认真 我就可以超度他 对方会被我们感动 了解吗 今天你念佛念得很庄严 今天你拜佛拜得很庄严 每个人都在被你感动 被你的这种庄严的功德 而的水洗了 那这样你就一直在感化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握一个重点 法 这个东西呢 是放在你任何一个时间都可以用的 而不是在法会里面 也希望这三天大家的参加法会 让你变成一个如莲花的人 受欢迎的人 充满帮助那个 不管你走到哪里 只想要帮助他们的人 而却对他们没有要求的人 就像我去监狱 我这样比喻 老实说了 我很多国家的监狱我都去过了 最严的监狱在哪里你知道吗 新加坡 新加坡 哇我一进去 这个还叫监狱 哇铜墙铁壁 一层一层没有窗户的 你要进新加坡监狱啊 你最好个子矮一点 因为他们门做得很低 因为房子他们要冲啊 你知道吗 然后就因为 因为没有窗户啊 哇这下真的是 只看到自己什么都看不见 心情很不好 全世界最快乐的监狱在哪里 印尼 印尼好像就住在大别墅里面这样 唱唱跳跳弹吉他 你是回家我是佛教 各拜各的 里面可以留胡子穿便服抽烟的抽烟 看到师傅来 舒服舒服 阿弥陀佛 快乐快乐 这样犯罪力也没有增加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一个文化的态度不一样吧 所以当然 什么样的人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所以我去印尼监狱红法 那边在唱吉他 这边在念阿拉 我们在那边念阿弥陀佛来拼 但是他们很快乐 我在想 哇印尼真的是佛教兴盛 在监狱里面 因为没事情做 但是台湾监狱又不一样 忙得要死干嘛 大家都在做工 你在监狱 你不做工没钱 没钱买香烟 你的罚款没得还 大家就一直做工 一直做工这样 然后这个监狱出产酱油 那个监狱出产面 那个监狱出产什么 大家比赛看谁业绩好 那这个他们的观念也不是错 就是说让他们有事干 然后很会工作 将来出狱以后就去工作 不要再说 这有他们的 但是自由是蛮自由的 所以没有那么 那么他还比较人性 当然各有他的文化 这个不能怪什么 每个人的业不一样 再来一次 法会功德 我向灵剑心 离苦深净土 恩阿佛 所有车祸意外死亡者 离苦得乐 再来 请问佛教的看法 塑胶对整个地球的污染 和天际恶劣的问题的改进 学佛不是光研究佛法 学佛要对整个世界都要负责任 所以各位我想 就像我们以前提倡人 不要用那种 有毒性的肥皂 我们用的是天然 可以融入在水沟里面 也不会污染水质的肥皂 那我想衣服也一样 所以现在 我那一天去慈祭功德会 我们庄严伟大的正言上人 还特别跟我推荐 他找到一个 一个里面的一个菩萨 全身穿蓝色的西装 穿得很庄严 然后穿袋子 然后跟我说 我跟你说 他全身所穿的 包括正言法师 比了他的围巾塑胶做的 什么塑胶呢 他是把那个塑胶瓶 塑胶瓶 好 请坐 他把那个塑胶瓶 把它分析变成一条线一条线 然后这每一条线 变成一种纺织的东西 做成毛巾啊 做成衣服 所以各位我想我们身为佛教徒 我们对整个地球环境 我们就希望尽个人自己的力量 去净化它 这个比较重要的 好 再来 法会功德 回向往生者 成书言 欧阿虎 欧阿虎 得胜西方极乐世界 欧阿虎 欧阿虎 所有往生者 所有中阴身 所有未离苦者 同享功德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时候你要变成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他也变成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所有众生都变阿弥陀佛 那他的功德才大 因为这个往生者 让我们维持正念 这个往生者 让所有痛苦众生 也变阿弥陀佛了 所以就像刚刚讲的 我对堕胎者 对我自己的堕胎 也要让他成为一个佛的化身 也让他发菩提心 所以我经常跟 跟过去的堕胎的小朋友说 来 跟爸爸一起做菩萨 我们发菩提心 一起去帮助 帮助所有堕胎的胎儿 去帮助受苦的众生 如果愿往生 去净土就往生净土 如果现在还不愿意 那就发菩提心 但是我会做很多 让他完全离苦的功德 你不能光 光嘴巴讲 对不对 让他有 无病无苦 让他身心自在 让他有很多配备 就像藏传佛教那个灌顶 知道吧 灌顶 给你莲花 给你法器 他都得到了 我们就做了很多善业功德 然后甚至我有时候 我以前去参加灌顶 我都带着牌位 带着我的往生者 乃至我现在太阳 让他一起灌顶 他也得到 这也是藏传佛教这么做 藏传佛教 牌位放在这边 替他进化 替他灌顶 替他皈依 然后呢 他就成为一个本尊 成为一个菩提心 所以我认为 得到一个法 不是他的肉体 是他的心态 让他成为一个菩萨 来历 对吧 这样我们就没有 所以我这个做法 我就希望各位 当你看报纸的时候 就是在度众生 所有的灾难者 贪污者 被关的也好 八卦新闻的也好 生病的也好 车祸受伤的也好 那你要钥匙法门 关于法门来帮助他 所有死亡者 那我们看到这份报纸 跟这个事 我们是以 是以地藏菩萨 阿弥陀佛的心态 来帮助他 让他成就 那这个报纸 你全部看完了 不管是经济的 政治的 运动的 它都转为佛法 那你没有浪费 你了解世间法 但是世间法是虚幻的 它没有永恒的坏 或是好 它没有永远的快乐 或是痛苦 但是利用这个幻化的 我们来转化它 那重点是 重点是我们自己 没有浪费时间 我们自己就一直保持在这种 了解虚幻的 也了解悲心的 这样去看报纸 所以 就像那一天 有一个菩萨给我说 师父 我先生对我不好 这样子 我说哦 这样啊 那太好了 我说 我就来 跟我念 来 那么大悲观音菩萨 愿所有女人 先生都对她好 愿所有男人 都疼爱老婆 我就叫他 你就想 想所有男人都多 所有女人很好 但是 所有被伤害的女人 都给我 痛苦我来受 快乐给你 那我 等我念完以后 我说 感谢你先生对你不好 不然你还修不了 这个伟大的法 对不对 所以 你要自己去转化她 但是如果你自己觉得 就我一个人在受苦 那你会觉得很苦 这个世界 比你被痛苦的女人 太多了 太多了 甚至她现在 有些在地狱的女人 没有 没有办法形容的苦 你不要一直觉得 一个我在受苦 把我的苦 转化为众生的苦 所以 祈求所有的菩萨 来帮助 事实上 这个男人对太太不好 男人苦不苦 男人也很苦啊 不然你怎么会对她不好 把他扒下去 因为你就觉得 她不好 所以 那你 同情男人 也同情女人 但是你不要觉得 你先生不好 因为所有男人都苦 女人也苦 终归来讲 念一下 结婚就是苦 结婚也不能说苦啊 我不讲各位 来 有感情就是苦 这样说得有利 结婚不苦的 对不对 但是 有执着的感情 就是苦 所以你不能怪先生 不能怪自己 有一个执着的爱情 随喜自己 现在出家了 对不对 但是各位 你要放下 你要放下 放下就没有痛苦 你现在要开始 对你的先生 慈悲 对你的太太 慈悲 更要对所有 因为婚姻感情 而受苦的人 慈悲 那这就是佛教的 修行方法 那我想 所以我们周围 我认为一切都是 最好的安排 今天佛菩萨 安排一个 精神病患 在你家 让你感受到 很痛苦 但是 站在菩萨道 佛菩萨就是希望 你关心所有 精神病患者的苦 以及精神病患者 家属的痛苦 那你把它 转成一个悲心 为了我们来念 观音菩萨 我们来祈求 妖师佛的加持 有一点我必须强调 我们是没有能力 去帮助对方 好或不好 但是佛菩萨有能力 这就是大乘佛教的 念佛法门 持咒法门 我没有能力 但是我 我愿意 对他们有悲心 这样就好了 因为我对他们有悲心 但是我没有能力 所以 我没有所谓 在乎说 今天 别人叫我拿一张牌位 海涛法师 你帮我超度 我没有能力 但是 我会很认真的 祈求 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来加持他 这样就好了 这里面又把我给消除掉了 又融入了所有佛的力量来帮助他 对方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因为又不是我在帮助他 如果是我在帮助他 还有一个我慢我直呢 万一帮助不好 我自己还会自卑 对不对 但是透过外在的这一些 我们只是来 来 加强佛的力量 这样而已 一方面说小自我 一方面扩大佛的菩提心 但是守护好这个悲心 那任何一个动作 都是在佛法的修行 所以来 念一下 华慧功德 回向精神病苦者 及其身上冤亲在主 玲瓏针 玲瓷敏 玲瓷寒 及所有精神病患 嗡啊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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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讲了 自己精神安定 对方精神安定 所有众生 包括造成精神病的 怨心在主 都得到精神安定 嗡啊哄 嗡啊哄 或是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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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以后 可以在你心里面 取一个名字 取一个名字 看什么都可以 叫 妙神 随便 因为有一个精神 所以精神病患 他们现在有空性 叫唯妙 妙神 这个妙神就代表 整个世界的精神病患者 忧郁症 躁郁症 强迫症 乃至造成精神病患的 业力在主 都是属于妙神 那各位 你经常念 《心经》大悲众 回向给他们 那我想 从一个精神病患的 因缘 那你就 开发了你的一个 大的悲心啊 来帮助他们 那你为了这个事情 你可以多多的去 修功德 点灯啊 明天我们要去海边放生 快不快乐 我就在等这个了 哇 就像打嘴巴 吸引 哇 那个看到生命 特别那个 那个 营仓一 就不 就不 了 哇 他们游得好快啊 很快乐啊 就像我们的心 就跟他走了 只是放生要加住一个 你叫 咱啊哄 拿摩宝记如来 每一只鱼都变成佛的身口意 每一只鱼都把每一个佛的功德 带入大海里面 就像一个女人说 老公 我的心已经跟你跑了 我们要把所有的悲心啊 就融入在这只鱼里面 带着佛的力量 哦 它游入大海 它游到大海 游了十年 它把大海的 整个海界都变成佛的法界 带着我们的背心啊 啊 所以 感谢这只鱼的视线 对不对 那你把鱼 当成看到它的佛性 因为这只鱼 已经在用佛性在活的了 那这只鱼 就是我们心中的未来佛 你不会看不起它 你会感谢它 所以放生 哇 太发喜了 像我喜欢放蚯蚓 我们在台湾放了应该有上亿的蚯蚓 啊 因为种田的地方 然后软土的地方 哇 那个蚯蚓融入土地里面 对不对 每一个土地都都非常的肥沃 长出来的都是一种慈悲的蔬菜啊 啊 因为是放生的蚯蚓 所以各位鸟 你放鸟 啊 新加坡可能看不到放鸟了 啊 啊 但是新加坡随时有鸟飞来飞去啊 我想放鸟放鸟是你只要对鸟慈悲就是放鸟 啊 天空的鸟飞过去了 啊 马上升起一个悲心 这只鸟又融入了我的 欧阿佛 诸佛菩萨的加持 让它在虚空里面 展现佛的神通 那那只鸟变成极乐世界的鸟 因为你要用你的心 去转化它 来 发挥功德 回向 任茶魔 欧阿佛 那么要是如来 那么观世音菩萨 好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有耐心 如果你有悲心 对方给你很好的机会修行 而且 我们都跟他结了很好很好的缘分 那我想 各位报纸上面有这么多的名字 这么多的相片 这么多的杂志 所以我有时候上飞机啊 我也会看杂志 我不是真的来看杂志 我是杂志里面的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影像 都用佛法来跟他结缘 这样以后 佛法是要帮助世间法 而不是逃避世间法 念下来 万法都是佛法 修行要修到这样 吃肉也是佛法 吃素也是佛法 为什么 让吃肉让你生起一个悲心 希望超度它 对不对 希望吃肉的人能够懂佛法 希望被吃肉的动物得到超度 你是用不一样的心态 但是不离开佛法 但是你现在先不要管对错 因为你不可能叫全世界的人都吃素 你不可能叫全世界的人都出家 但是无论如何 那你要把世间万法 都变成你修学佛法的助援 都变成发行一个方便的动机 这样最好啦 再来 去年在巴丹岛放生回来 当天晚上皮肤开始痒 身一粒粒 看了医生还是不好 从那一天就开始血排位 到现在好多了 偶尔头部还会痒 身一粒一粒一粒来来去去 请问师傅 为什么皮肤会痒呢 这都大屌了 不是没有原因 是师傅不知道 只是真的有些打坐的师傅 人家都可以找出原因的 那是原因找到了 但是法是一样的 就是慈悲就好了 所以就算我们不知道 每一粒痒痒的 一定是你过去给人家痒痒的 皮肤嘛 你喜欢穿皮鞋也会痒呢 所以 然后 像我也 我也会长青春痘 所以我都给他写一个 在主 在主 对他很好很好很好 这样啊 所以 也像他忏悔 所以 我也会皮肤痒 这个可能血淫啊呀 安 advialkiogram 这个皮肤的快乐啊 所以 但是 你就找一个理由 跟他忏悔就好了 因为 人家说 你多人不怪 忏悔多 对方不怪你 反正每一个逆境缈来的 給皮膚癢的藥 給皮膚癢的人 那你沒地方送嗎 你送到我們台灣來 我們養了很多流浪狗經常在養啊 養得不得了啊 所以你就幫助那些流浪狗不要養啊 就是這樣 然後你就給牠一個助緣 所以除了跟牠懺悔 然後給牠一個助緣 然後來回向 那你會發覺這樣好啦 你就很感動 但是你不見得說一定要問為什麼 找出一個百分之一百 但是如果你因緣夠 像我這種人 我這個人因緣夠 因為我從我在家開始要接近宗教了 我永遠有老師啊 法師啊 在告訴我 這個青春痘是為什麼 牠把我一個正確的理由告訴我 讓我全然相信這樣啊 全然幸福 哦 這個是我的因果 因為我造了那個業 所以我這樣 上回有一個女孩子 她得鼓癌啊 然後腳很痛苦 然後她的理由是什麼 我幫她去勤勢 善之勢啊 過去是 她為了情 因為她在皇宮裡面嘛 把對方一個漂亮的女孩子在跳舞 在勾引她現在的那個女孩子 把人家腿斬斷掉 讓她永遠不能跳舞 所以 這一輩子 她現在腿得癌 然後再嚴重就要鋸掉 那所以 我幫她問了這個理由以後啊 我不敢跟她說 先叫她超度啊 回向啊 等她覺得好像有感應啊 比較消腫了 我說 你問我原因啊 我幫你問出來了 因為你為了情 所以把對方那個眉腿要砍擦 所以呢 你呢 千萬不要再太重感情那種激怒啦 對不對 然後現在怎麼辦呢 我說 那你現在啊 你多放一些兔子啊 或是那些腿要被傷害的啦 或是送一些輪椅啊 拐杖啊 給別人啊 希望你的癌不要再擴散 你要基這個功德 我想有各種各種的方法 好 來 法會功德 回上所有皮膚癢 及其業力在足 冤心在足 不過呢 吃肉也很容易皮膚癢 看你吃的是什麼動物 那有些 剛好那隻動物被傷害到皮膚 或是如何如何 自己去思維一下 再來 請問六災日過午不時 喝咖啡或喝茶可不可以 佛徒也沒有說呢 但是它裡面沒有牛奶 可以的 因為它只是 因為過午不時就是不要喝有濃濃 濃稠的東西 對不對 豆漿 牛奶 但是咖啡它是 它沒有什麼濃的 只是說 我認為喝咖啡對修禪修沒有那麼很好而已 它會刺激 但是喝茶也還好 所以 但是八觀哉戒的精神呢 比較重要 抓住八觀哉戒的出力性比較重要 但是 豆漿和牛奶喝了 對你來講就沒有意義 因為豆漿和牛奶一喝 肚子就會脹氣 你就沒有飢餓的感受 但是喝咖啡 除非你這個人 胃很強的人 空肚子還可以喝咖啡 對不對 那有些人沒有問題 那沒有問題是本來就有問題 它已經麻木了 叫表明沒有問題 標準空腹去喝這些東西 是會傷害的 當然 如果你是修菩薩道的 我會勸你不要 為什麼 菩薩道就是要剪除對日常生活愛染的習氣 你平常已經喝咖啡喝慣了 八觀哉戒不能喝咖啡 因為你要對峙你的愛染 因為你已經習慣了 所以 那就像你平常睡床 八觀哉戒叫你不要有愛染之分不能睡你的床 對不對 所以你要開始改變 那但是如果我跟你說你不能喝 那我就不參加八觀哉戒 那你喝吧 所以這個要看情況 所以 因為 只是說你要求你自己到什麼階段 像我這個人是最愛喝咖啡的 但是現在沒有人可以請我喝咖啡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不喝了 我師父跟我的三妹夜戒 喝咖啡聊是非 不要喝了 OK 一覺奉行 我這個人很聽師父的話 也不要喝茶了 OK 愛人 再見 茶也會上癮 茶也會上癮 所以我現在每次我們那些弟子在喝咖啡 我就在這邊 阿彌陀佛 哎呀 好香啊 好香啊 我在家還投資開咖啡店的 我跟你講 那什麼味道我都會的 但是我現在只能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師父你應該修到對咖啡都不會想喝 沒有 佛陀說 想 但是要用空性 空性抽眼 你要叫我沒感覺 沒感覺就沒悲心了 了解嗎 所以我聞到咖啡會 我就會嗡啊嗡啊嗡 鬼道眾生今天喝咖啡 他們的味道嗡嗡嗡嗡嗡 咖啡眾生得到超度 因為你要轉化他 你轉化他你就沒有那個癮 你不轉化他你就被那個癮抓住了 如果你很追求愛情 你不轉化他這個情會讓你很苦 但是你把愛情 變成一種關心所有為情所苦的人 變成一種悲心 你就沒有愛情的苦 聽我 記住啊記住 執著讓你痛苦 放下讓你快樂 這個放下是沒有為自己 去滿足眾生這樣就好 為你自己的是執著 變成一種自私的愛情 再來 往生者留下來的海青怎麼辦 如果是五戒的慢衣 菩薩的戒衣是不能燒的 那是可以送給別人穿 那是如果是海青 我會建議 如果往生者 像我這樣 我媽媽 我媽媽 我爸爸 沒有穿獸衣的 我都是用一件海青 我的 把它包起來 這樣而已 海青包起來多方便 對不對 包起來 看起來多莊嚴 黃的呢 不是你們黑的 但是黑的也可以啊 黑的一看臉很白 很莊嚴 但是我這樣用 但是如果它已經火化掉了 那這個海青 我認為 你還是 火化 火化掉就算了 因為 有一些往生者還會執著 有一些不會執著 我們不知道 但是如果 你能夠確定沒問題 把這件海青 跟往生者說 我把你海青洗得很乾淨 然後呢 拿去跟別人結圓 讓他穿 那你怎麼知道他高不高興 你就發個願 準題咒友說 如果你高興 就讓我做好夢 如果你不高興 就讓我做不好夢 那你就好好夢一下 佛教這個很準的 晚上做的夢 還不錯 沒問題 所以再來就 拔杯 那是最快的 一翻兩瞪眼 但是 基本上我們就是希望 他不執著 而且變成一種功德 這樣可以 再來 他說 他的姐姐 往生的時候 眼睛嘴巴都開得很大 當時醫生有急救他 因為我叫醫生不要再急救 最後 眼睛跟嘴巴有合起來 但是有流眼淚 眼睛沒關好 當時我又忙 念地藏菩薩佛號 那像我姐姐這樣 不開心的離開 會不會輪回到不好的地方 我要如何幫助她 我想 重點不要一直放在那個不好 你把這個不好 轉為一個 我積極地來幫她做功德的 正面的力量 以及 為了你姐姐 剛剛講 對所有 所有往生前受苦者 乃至 如何者 怨他們很好 所以我想各位 再講這邊 來 幫助別人 先幫助自己 如果你的心不自在 沒辦法幫助別人 如果你的心有壓力 你會給別人壓力 如果你心很抱怨 你也會給別人抱怨的 這種貢獻 所以為了要幫助你姐姐 你千萬不要抱怨 醫生不好 或是她的像不好 先把這個放下 然後呢 用一個圓滿的心態 觀想你的姐姐變觀音菩薩 所以來 法會功德 回向此 往生姐姐 向好莊嚴 恩阿佛 拿摩妙色聲如來 拿摩阿彌陀佛 往生淨土 恩阿彌陀佛色 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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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你要這麼說 開什麼玩笑 這麼多人 他沒有累世的福報 可以嗎 所以各位 沒有問題 你要有自己有信心 所以你來參加法會 很多人在做善事 你身上帶著你姐姐的牌位 你要覺得說 姐姐啊 我們好有福報啊 這樣而已 對不對 我們一起 就像昨天他們有幾個居士 帶狗來 對不對 他們還給我看 師父你們在念阿彌陀佛 那狗也在念佛 我說對啊 謝謝你跟我說 搞不好他還打哈欠 但是反正就是念佛 但是我說 全世界狗那麼多 才有幾隻狗來個聽佛法 結果今天出來 牠就對我很好 你看 有感應 所以我想各位要有這種 來念一下 隨喜自己 哎呀我好有福報啊 我聽聞三寶的名號 我參加三十信念法會 我參加八觀哉戒 對不對 因為這個世界能夠接近佛法的 真的是少之又少 但是我們要隨喜自己以後 更要願當願眾生 都能夠像自己一樣快樂 但是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千萬不要把負面的心態 抱怨的語氣 放在你的身體 放在你的嘴巴裡 好不好 你下回你老公會送花給我 謝謝你度我太太 讓我幸福一輩子 因為他不會再抱怨了 所以我想各位 因為你心打開了 心打開了 臉就打開了 你的語言就像蛇颤蓮花 講出來的就好聽啊 所以講話一定要讓別人覺得 你很甜 你的講話很甜 罵人不要出聲音就好了 你要罵人 我為他念 108遍觀音菩薩 回向給他 罵他沒有用 佛才有用 你有用 你沒用 對不對 佛有用 你為什麼不念佛呢 罵他是一種情緒 一種控制不了 一種沒有保持正念 所以我想佛法必須自己知道對跟錯應該如何 再來 女兒經常抱怨母親 母親買東西去哪裡就要向她通知 忘了告訴她某件事 她知道以後會向母親心思問罪 開始時母親會解釋 後來母親不能容忍她的行為 就不理她關房間 她會一直打房門沒完沒了 請問如何解開這一對母女的心結 可能這個女兒是過去她的母親吧 所以各位這個很容易解釋的 兒子可能做過你爸爸 兒子也可能做過你老公 女兒也可能做過你的情人 她會吃醋的 因為生命就是這樣輪迴 所以做媽媽的本身自己要理解 那現在如果我這樣跟你說 你女兒可能做過你媽媽 所以我看你還是老實報告她 然後她舒服了 慢慢你要用佛法影響她 因為你用世間法 她就一直在世間的輪迴裡面 如果你改為佛法 你學佛了 你也把佛法的態度告訴她 那她自然就會生起 那我是女兒 我應該對媽媽孝順 她不會活在這種輪迴的習氣裡面 所以我想 那再來 那如果我們都不知道 那我剛剛有說 我們就祈求觀音菩薩的加持 讓你有觀音菩薩的智慧 讓她可以慈悲來跟你女兒講話 也祈求觀音菩薩的加持 進入你女兒的心 讓她能夠 因為如果你的女兒這樣對你不好 她將來嫁出去也很不好 幸福一定不幸福的 所以你一定要 但是你會生這個女兒 那上輩子你也是對她這樣子的 這輩子她就是對你這樣子的 就不斷的在輪迴 所以再念一次 別人對待我們的 是因果這樣 你要相信 你過去怎麼對她 她現在怎麼對你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對她 那不能用這種輪迴的習氣 我們要用佛法的修行來對待她 我們求觀音菩薩的加持 這樣來回向 再來 再來 有兩件事 失智症 眼睛 皮膚 障礙病 是什麼原因 我只知道說各位 失智症最好的方法 是 印佛經讓人家開智慧 救猴子 猴子很聰明的 然後你增加別人聰明的方法 那當然 那失智症一定是過去 看不起有智慧的人 或是看不起別人的智慧 或甚至 毀謗這些法寶 那我想 那就是懺悔 再來 來 尤其和長輩同事溝通 經常有障礙 修行還是要有醫生有善知識 那你最好能夠親近這些善知識 所謂善知識 它是有智慧 有悲心 它無所求的 只想要幫助你 還有這個悲憫心跟方法 然後你可能 光這樣問 因為 每個人的 因果夜報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問我 我只能說 既然是長輩 沒有不能溝通的時間 對長輩只好忍論孝順 對不對 對同事 那你要學會尊重對方 佛教講了 一切問題都出在自己 因為你自己的無名 煩惱 業障 而障礙到你跟別人的相處 溝通的方法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 回光返照 檢討自己 或親近善知識 就像看醫生一樣 找出你的問題 心態的問題 以及你表現的問題 有些人的臉 你看起來就令人討厭的樣子 你怎麼溝通 因為你心常抱怨抱怨 或是講話苛刻苛刻 那你就 像我就不行了 我就很認真 我一直想要討好各位 各位 別走 別睡著 別睡著 然後呢 仔細聽我講喔 這樣 所以我要 一直討好各位 那我一直要修忍辱 累積很大的功德 然後呢 對我來講 各位都像我的媽媽 爸爸一樣 這樣 所以 只是我們百千萬劫的輪迴 最好的報恩的禮物 就是佛法 這樣而已 用佛法 因為過去 解過這個緣分 那大家 現在能夠解法緣 大家都來得到解脫 最好 但是你為了要把佛法 弘揚給對方 我們就不要給別人壓力 也不要給別人對立 希望 希望很 很 現在你自己 要很 擋得很可愛啊 很快樂 不然你沒辦法影響對方 所以各位你要 淨化你自己 淨化你自己 有一個柔軟心 清淨心 謙虛的心 一個悲心 而且對眾生 對對方的苦跟樂 有一個責任的菩提心 你要先 一直訓練自己這樣 然後 我這樣講的意思 佛法的傳遞責任 不在於出家 也不是在家 是願意有發心的人 都應該去弘揚佛法 但是弘揚佛法 最快的方法是 身教眾議研究 對不對 但是這個身語語 來自於心態 心態 如果你心態正確 念一下 諸博加持不可思議 真是不可思議 所以像我自己一樣 我剛剛笑想 老半天晚上要講什麼 我已經把講義都看了 看爛了 我到現在都還沒講 已經快結束了 各位 但是我今天晚上講得好不好 哎呀 三寶加持 對不對 這個就是因緣 因為佛菩薩就會創造 這樣子的因緣 你不可能在 在A的狀況唱 B的歌 人家現在在結婚 你唱什麼極樂歌 對不對 好 所以雖然我準備的是極樂歌 哇 現在不一樣了 所以你要配合環境 但是動機一樣了 動機沒有變 講經典 跟回答問題 動機內容完全一樣 只是因為方法 語言行為不一樣 好 再來 授戒的時候 可以用牙膏刷牙嗎 不然你用什麼刷 我這樣問是開玩笑 我老和尚都是用鹽巴刷的啦 因為我們老和尚說這個 這個牙膏有香味不能用 所以 當然像我現在用的牙膏 就沒有世間的香味 因為我用的是要用的 要用的就 至少是符合規矩 但是有些牙膏 還有一種五種顏色的那種牙膏 對不對 很香很香 那好像加了一些香味 那因為在八關在界 有些法師說 最好不要用 再來 授戒的時間 是不是根據二十四個鐘頭來定 如果有菩薩想要在早上四點開始授戒 是不是只要守好八戒到隔天的四點 不是四點 授戒的時間是 就是天亮看到守文像 可能新加坡是六點 可能某個地方是四點 那你要從那個時間 這個四點到隔天的四點 二十四個鐘頭 就是天亮到那個天亮 所以每一個時間 如果各位你到歐洲到某一個地方 兩點都天亮了對不對 那你就兩點要守戒 因為它是講的 是在符合當地的時間 那當然我們現在是高級班九點開始 這個是慈悲啊方便啊 那以後各位在家裡 不是這樣 在家裡是 你太陽還沒有出來之前 你起床了 那還是說有一點亮 刷完牙在完全還沒有亮的時候 你已經念完 就是在天亮之前你授完 你自己念完 遺鬼十分鐘念完了 然後到隔天的 現亮起來之前 亮有舍戒 它就圓滿二十四個鐘頭 這樣標準 這樣了解嗎 所以老菩薩沒問題 年輕人有一點問題 因為你就 就是按照這個天亮跟天 按的時候 吃完香菜或香菜會有嚴重的後果 現在有個問題 蔥、蒜、韭菜 所謂五心不能吃 特別站在菩薩道 這是應該的 但是香菜跟香菜 現在有很多人在討論 甚至有拿出 有人把五心裡面的虎蕊 當作就是香菜 因為我們現在找不到根據 所以我不吃 別人隨緣 我不敢講 因為我不知道 但是我少吃一個也無所謂 到底 胡蕊是不是 煙蕊 我現在不知道 但是有一些佛學院 就提出說 胡蕊就是煙蕊 就是香菜 那這樣就隨緣吧 反正少吃一個也不會怎麼樣 那這個是我的想法了 法師在電視上教六字大名咒 自從念六字大名咒以後 我很痛的腳 現在就不痛了 隨席功德 還可以禮佛拜佛 這是一位沉默力居士 你還真有福報 我拜老半天還是有一點痛 個人因緣不一樣 個人因緣不一樣 但是因為 可能念的方法不一樣 對不對 可能你業障消了 可能你福報很累積了 所以那個點 那個點你剛好到那個點了 但是如果 這個老菩薩念六字大名咒 腳不痛 你只念老半天還在痛 業障還沒消 心態還沒有改變 所以你因緣未到 我們只能這麼說吧 但是 千萬不否定 任何佛號咒語的功德 請問弟子家裡有眾生亡魂 怎麼樣處理 弟子有念經回向給他 做布施功德回向家裡 只有我先生不相信 他就開風扇 讓我先生知道他存在 各位相不相信 有沒有這個無形眾生 有沒有 有 一定有 那麼 但是各位 就是有緣吧 不然他不會 讓你有這個感應 但是你不要怕他 你只能對他慈悲 就是說 剛剛有講到 替他 像你這樣講 我要替他取個法號 叫 妙法 唯妙的佛法 對不對 那他皈依啦 然後你現在就用妙法的名字 幫他放生啊 然後 平常也向他懺悔啊 過去我們 可能 可能疏忽了他 他現在幫他做功德 讓他歡喜 那歡喜還不夠 那希望他能夠去極樂世界啊 但是你要讓他去極樂世界 首先 就像超度堕胎胎兒 冤親在主一樣 首先一定要向他懺悔 真心的向他懺悔 所以我經常跪啊 我經常在房間自己跪一下 雖然我不能跪很久 跟他拜 拜以後 我會發願要做什麼功德給他 我會為他點燈108 我替他放生多少錢 我替他印多少金 我都會這樣唸 唸完以後啊 然後呢 我還會跟他講一些好聽的話 這樣 讓他快樂一點 各位一定要安慰對方 對不對 他要離開你 你要聽你兩句快樂的親密的話 他才會開心 對不對 然後你要跟他安慰安慰 再來 他都高興了 你觀想西方極樂世界的莊嚴 我好想去 你千萬不要說你去啊 你趕快去啊 我不去 你離開我啊 不要在我旁邊啊 這個冤親在主都有他心通 如果你有一點排斥他 不喜歡他 討厭他 這聲音大條啊 他不會離開你的 他會讓你更痛苦 因為你傷害我都不跟我 讓我心態上有一點緩和 對不對 所以你要說 極樂世界是非常好的 我很想去 對不對 也希望 你也能夠領受到極樂世界的快樂 但是世間法的懺悔跟福報 功德 你一定要給他 就像以前人家跟我說 師父你身上有一個 情在在主 我說有 我很多個 那怎麼辦 我去買衣服 買女人 比丘尼的袈裟供養 我去買幾條煉珠 送給女孩子 送給比丘尼 這都是給女人快樂的方法 因為對其他女性的快樂 來表達我對你的慚愧心 希望你快樂 就這個意思吧 事實上 我用一條漂亮的女孩子煉珠 送給女孩子 那事實上這個女性的情在在主 就得到這條煉珠的快樂的功德 就這個意思吧 我們替他供花的美的功德 他就得到這個花的美的功德 佛教叫做功德 回獎給他 然後希望他能夠解脫自在 當然最後我會跟原請再主說 我現在是想要發菩提心 想要成佛 希望我們大家一起發願成佛 為什麼要成佛 因為我們要愛眾生 我們以前無知的時候 我傷害你 所以你會那麼痛苦 我也痛苦 那現在我們要開始用慈悲心 來對待眾生 來對待彼此之間 當然你要讓對方感受到 你對你的冤親在主的悲心 而且我老實說了 以我現在的經驗 凡是大部分的人身上的某一個病痛 都有一個不一樣的冤親在主 那你現在知道就好了 你也不用特別再去找 反正就是有一個對勁 讓你來跟他懺悔 修功德 修悲心這樣 因為他快樂你才快樂 你快樂他才快樂 這是一個修行很好的助援 時間差不多了 再來抄寫牌位一定要用黑色的筆嗎 沒有規定 但是你用紅色的好像怪怪的 所以人家都是習慣 古時候這個牌位 是古時候留下來的 古時候人都是用黑色的毛筆 對不對 紅色的部分是屬於佛菩薩的莊嚴 打圓圈的時候 所以當然黑色藍色深色應該都沒問題 至於你真的用紅色 只要冤親在主花戲也沒問題 因為你覺得他很快樂就好了 重點不在你的顏色 只是大家習慣這樣 重點是在你對他的懺悔功德 現在有個六個月的男童 在母胎裡面一定有尿到腫的病症 在吃消炎藥 來 法匯功德 回向留子症 消除業障 回向冤親在主 回向所有兒童病苦者 及其業障 及其冤親在主 同享功德 我再回答兩個問題 希望我們剛剛這本書 講兩句話 好不好 請問她的媽媽 陳瑪莉的腳抽筋 看中醫西醫都不好 腳板腳都很硬 血液不通 媽媽心也不舒服難受 我認為 來 法匯功德 會向陳瑪莉 及造成腳不舒服的各種業力 冤親戴族 流產胎兒 動物亡靈 無形眾生 要我就通通寫一寫這樣 然後給她取一個法號 叫妙族 族就是腳的意思 唯妙的腳 然後大家功德給她 那你也替你媽媽 向這個妙族求懺悔 然後呢 替她做一些 對別人腳有功德的 這些行為也可以 來回向給他們 怎麼樣給自己 一個聖 像護聖的功能不壞 保護聖的功能不壞 那我想 聖不好的人 當然你要吃補聖的藥 不能喝冰水 有時候講 佛教教講話 聖跟我們的欲望 情欲也有關係 聖煮水 那可能你要減低你的 這些感情啊 男女的欲望 那再來 不要喝冰水 然後再來 祝功德 就像在聖上 取一個 如果你要我取 我現在給他取 叫妙聖 聖利的聖 我寫這個說 比較好記 比較好記 然後呢 替他去 修功德 不施 讓別人補聖的藥 佛教裡面 告訴我們最好的方法 對自己好的方法 就是對別人好 那你去 當然你本來就會對自己好 你會吃補聖的藥 但是 你也對 關心別人的腎臟的病 或者做這些功德 那這樣來回向 如果你有感應 就非常好 弟子已經受菩薩劫了 還在給家人煮肉 怎麼辦 首先我們要懺悔 這並不是家人 家人吃肉 這是世間的 世間的 一個認為正常的習慣 我們不能強迫改變 但是 如果你有懺愧心 你就比較心甘情願一點 那再來 對 你煮肉的時候 你用了一個 超度的心態 慚愧的心 對這些被煮的肉 因為你的動機 善惡業 是在你的動機 那你必須煮肉 給對方吃 那是你的惡業 你要懺悔 所以首先你懺悔 但是對這些被煮的肉 你有佛法的悲心 為他念 要師祖 念 王阿彌老奉 或念 王阿彌老奉 你有心要讓他離苦 或念寶季如來 讓他離苦 那再來 當然對你的家人 你也替他消業障 回向給他們 希望哪一天 他們有因緣得到佛法 而知道了 為什麼要吃素的道理 但是你內心裡面 不要嘰嘰咕咕咕 不要 因為把它當作一種悲心的修行 一種慚愧的修行 這樣就好了 話又講回來 全世界這麼肉 被吃都沒有辦法 這麼有福報的被超度 但是在你面前 他們被這麼好的善待 超度 那意思是說 一個學佛的人 不要日積抑鬱 就是說感覺到自己不圓滿不好 而苛責自己 讓自己變成病態 變成一種悲觀 這不對的 因為你的動機 但是萬法皆空 雖然它是一塊肉 但是肉的本體 也是虛幻的空性 但是這個空性 並不捨棄對它的悲心 所以不能講空就管它了 反正肉就是蔬菜 但是我們還是有這個悲心 來超度它 那這樣 你這樣去做就好了 但是你這個功德可太大了 你在煮這個 你受了菩提心的戒律 在煮這個肉 發起了這麼大的悲愧心 悲心 然後來做這件事情 這個功德大不大 太大了 那這個功德就足以 以你的這種 按照菩薩界的做法 來幫助這些肉得到超度 而且 讓你的家人也得到你的 因為這樣來遵守菩薩界的功德 那你就一直想正面了 哪一天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一切都會改變的 好 所以各位 你聽我這樣說 大乘的禪修 為什麼要方方面面圓起的去觀 就像說 今天我叫你去拿一個這個 你要想出四五個方案 怎麼樣會更好 包括它破掉的時候怎麼辦 你都要想好好的 你不能太單純 所以大乘的禪是無量 無量 對所有世界眾生各種 眾生無量 眾生煩惱無量 每個樣子都不一樣 每個煩惱都不一樣 但是 所以 對所有眾生的無量的煩惱 你要找出無量的方法 怎麼樣來幫助它 那你要開始學這個 你不能懶 你不能自己呆滯 或是不用腦筋 或是太直 沒辦法 要善巧 要有方便 那當然 當你有這個善巧方便 動機 佛菩薩會加持 人會有直覺 知道嗎 直覺是 你出門就突然想到鑰匙 這就佛菩薩告訴你 護法神告訴你 你鑰匙沒帶 它會給你一個直覺 所以那個時候你會感應 諸佛菩薩這些護法 太慈悲了 它讓你想到 你想不到的 它讓你看到 你看不到的 你會覺得 念一下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那我想 那當時問誰 你要打開你的心 打開你的心 當你把窗戶打開了 鳥啊蚊子啊 什麼都會飛進來的 也就是說 那你願意把你的心打開 不要怕 也不要畏懼 也不要有所求 然後 我怎麼樣 我只希望這個法會辦得很好 這一件事情辦得很好 然後有這個悲心 我們負責這個 然後呢 到底會怎麼更好 你要去花時間想 那佛菩薩會給你加持 那所以事情會達到一個最圓滿的階段 顯現一個最好的像給你看 這樣最好 再來 我和前夫的共演 為了生活 為了生活 在家裡開道場 養小鬼 咚咚咚咚咚 是泰國人的英靈 我最後也被拋棄 來到新加坡流浪 小三也變成四個孩子的媽 常常身體不舒服 噩夢年年 請師父幫幫我 我該怎麼辦 人生的路還是很長久 我第一次來法會 各位 非常感謝師父 我想 過去我們的因緣 乃至所謂的痛苦 可以轉化為佛教的祝緣 來 當願所有古曼童 恩阿佛 童享法會功德 你只要從今天開始 過去我們可能所謂養小鬼來賺錢 當然你也受到了一些傷害 那這些小菩薩他傷害你 是因為他很痛苦 他很痛苦 他只是 那因為我們拿他賺錢 拿他的痛苦來賺錢 給他身上施了一些法律 那些法律還是在的 讓他去替他的主人辦事 那個很厲害的 這個世間真的是如此 但是我們現在向他們懺悔 而且生起對他們最大的悲心 因為他們現在媽媽已經不認他們了 他們已經被賣成一個奴隸一樣了 受人使用 所以 但是我們就一直對他很好 希望他能夠 真的去到一個最快樂的世界 或是投胎一個到最愛的媽媽家裡 你要經常這樣來給他回向 回向 但是千萬不要覺得自己歹命 然後 你說 對方的 你先生在娶的這個 這個太太 現在也生了四個小孩 那當然你對他也要慈悲 你千萬不要也不要去埋怨你的先生 也不要對你先生現在娶的這個媽媽受苦 不過這個世間人為了錢為了情還真苦咧 對不對 這兩樣東西好像很甜 但是呢 他是放在刀上的蜜啊 本來就很苦的 但是 那你希望 你自己的遭遇 希望別人都不要有這個遭遇 已經有這個遭遇的 你對他生起悲心 這樣就好了 所以 我這樣講 那你就開始很努力 朝這個方面 去想 去幫助所有的 這些人家所謂的小鬼古曼童 來 所有古曼童 歸佛歸法歸身 歸不動如來 歸觀世音菩薩 歸子母菩薩加持 歸佛境歸法境歸身境 法號妙童 他們是快樂的 唯妙的 妙童 願所有妙童 來 童享三天法會 各項功德 歸阿乎 引導你的主人 歸一三寶 斷惡修善 歸阿乎 那古曼童會不會有功德啊 他的主人相信他 供養他 那他來引導他的主人 開始來拜觀音菩薩 對不對 開始來信因果 利用他的影響力 那這古曼童 胡抱雲圓 夠了 來 往生妙喜淨土 那麼不動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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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聽我這樣講 我已經在操作了 我已經在很認真地按照佛教 在感化 皈依超度他們了 那這個就是保持在一個悲心的 一個行為心態 這個是最重要 至於 他 這些古曼童有沒有得到超度 你不要太在乎 你要相信 有沒有 沒有 不可思議 而且這些古曼童也成為 現在 在供養他的主人的一個祝緣 他變成善財童子 對不對 他變成龍女菩薩了 因為 你有觀音 有慈悲 他們就會變成善財龍女 所以 我想這個世界上有很多 因為無名而不得不 做的事情 我有一個朋友 老實說 他贏了我很多錢的 後來我才知道 他去馬來西亞 養一個回來 通通在贏錢了 但是後來 太太離開他 事業倒掉 後來中風 因為 當然一個不好的動機 但是他之前真的輸了很多錢 輸到公司都會倒掉 後來呢 他活著就在找人賭博了 我娘的 但是很可憐 但是這些負面的力量也很強的 但是我們要 對他都要慈悲 這就是佛教的方法 打開生命電視台 就是打開您的心 打開您的心 就讓我們心中的佛陀 呈現出來 把愛 慈悲 平等 清淨的智慧 願各位常常打開生命電視台 打開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流行電視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在森林围绕下,全国农耕地不到3% 只有少部分农民使用比国际标准低的农药 而大部分农民已实施有机耕种 以腐化的树叶及堆肥作为自然肥料 不丹农业部长接受访问时说 在地球受到巨大压力下 不单决定采取绿色经济 如果你走向极渊农业 这意味着你必须使用许多的农药 这是不符合我们要求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佛教信仰的 深藏在喜马拉雅山脉中的古老王国 不丹 秀丽的景色和执着群图的人民 被外界一致公认为 是世界上最后的人间净土 香格里拉 而20个行政区当中的不母堂 则是不丹人民心中的秘境 这里收藏了历代圣贤们 为后人所保存的经书和圣物 海拔2700米的不母堂 在不丹与中代表美丽的田园 是遍满荞麦 大麦和苹果树丛生的田野 也是不丹王国的宗教腹地 在风景如画的山谷里 有众多的寺庙和宗教遗致 莲花生大使是将佛教传入不丹的圣者 于巴社祭时首度踏入不丹境内 来到不母堂协助当时国王平行无乱 这也是国王开始信仰佛教的重要原因 所谓佛法各位要不断不断的练习 练习到自己有感应 如果哪一天你自己有感应的时候 你要帮助别人更有力量 不过这一点有一点要强调 莲花生大使说 根本没有鬼 怎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你要把对方这个鬼 各位现在要去私生 私生说 那个鬼魂就是个佛 我要投入佛陀的怀抱 你要有这个想法 你就可以超越恶元的对立 恶元就是鬼 魔 大家喜欢佛不喜欢鬼魔 然后就在黑暗对立里面 然后一个人正的空性 所以经常 以前我们修行 故意到浑墓区去睡觉 打坐 因为如果你有一个鬼的观念 浑墓区的观念 你永远心里不安定 很痛苦 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平等性 所有的众生都是佛 他不是鬼 我现在要把我的身体给你吃 希望你供养佛 就像各位在供养佛 红包一直拿出来 供养佛一样很高兴 但是我们把鬼魔当作鬼魔 所以你就会怕他 排斥他 那你永远都在不安定的心态里面 所以我们做师生的时候 我们做布施的时候 要把对方当作他是一个佛 你要高高兴隐呢 这样做 所以我发给各位那一本 《连世信要建言》的第五篇 特别讲到我们做师生的时候 你不能有这个鬼魔的观念 所以所有的众生都是佛 这是以成佛跟未成佛 但是佛性是不变的 要做这样的观想 和任何藏传佛教新盛的地区一样 由于莲花生大事 传下了佛陀的教法 因此只要是连世修行过的地方 都十分神圣 父母堂许多寺院和圣经